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今天为2024年沙国际数字经济大会主持开幕仪式和支持时说 沙数字拘留计划是一项大胆举措 旨在吸引专业人士 远程工作者 外国企业家和投资者来到沙拉月 并通过灵活的条款将沙定位为一个欢迎全球人才的包容性数字中心 他说 该计划下的首个举措将于明年初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机构合作开放申请 进一步巩固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数字游牧者首选目的地 至于沙科技与创新沙盒 阿邦佐哈里则表示 这是一项由国家科技创新沙盒 沙经济发展局 婆罗洲创业公司和沙子民经济基金会共同开发 目的是为了促进沙拉月向知识型经济转型 他说 科技与创新沙盒有望推动农业科技 智慧城市和文化产业的创新 并将沙定位为粮食安全中心 换个看点 失误一名38岁的华裔会计师被指控投资虚假股票 坠入假警诈骗的圈套 被骗走57279令吉 受骗者是在本月14号 接获一名自称来自明都路警察总部警察的来电 指他涉及投资虚假股票 若要警方取消逮捕行动 他便必须汇款 男子因为一时慌乱 便依照对方的指示 当天线上一连转账四次到对方指定的银行户头 之后他才惊觉自己坠入骗局而向警方报案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420条文 也就是欺骗罪名开档调查 最后来看 火魔在深夜时刻清晰一间民宅 造成三辆汽车和八辆摩托车被烧毁 损失惨重 所幸住户都及时逃命 小省局是昨天晚上11点54分接获通知 指达万德沙的加兰伊4F巷 有一间单程排屋着火 事发时屋内有三名住户 分别是21岁和63岁屋一男子 以及40岁有竹女子 他们在火患发生时均安全逃生 目前火患起因和损失金额 还有待当局进一步调查后才能确定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